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美洲台灣日報社長李木通 今天我們要來專訪 要來訪問余潔先生 余潔先生是劉曉波教授的親密朋友 最親密的朋友也是他的助手 余潔先生你好 歡迎來到三季 非常高興 謝謝 你今天有一個演講會 對 所以等一下就要去演講 我們再先做一個裝訪 那你跟劉曉波的關係是怎麼樣 是這樣的 我跟曉波先生 其實我在中學時代就讀他的這個著作 然後在八九前後 他的這些參與這些事蹟打動我 可以說是我的第一個啟蒙老師 然後我後來在1992年考上北京大學 然後當時他還在監獄中 後來他第三次出獄 也就是大概1999年 他出獄之後跟我打電話 然後我們見面 然後可以說一見如故成為這個望年交 因為他算是我掌握一輩的 所以在此後的十幾年時間裡面 我們差不多可以說朝夕相處 然後一起從事很多中國的民主人權 特別是這個言論自由的事業 所以在後來他擔任獨立中文筆會 這是一些在政府控制外的這些獨立作家 我們成立的一個組織獨立中文筆會 他擔任會長期間 我擔任副會長 所以那包括一些深陷文字域的這些作家 我們為他們呼籲 包括籌款去幫助他們的家人 去為他們請律師等等這些工作 我們都共同的做 然後在2004年我和劉曉波我們有一個想法 我們中國國內的知識分子 我們來起草一份中國年度的人權報告 結果我們正在籌劃這件事情的時候 被中共的秘密警察知道 所以同一天把我們抓捕 然後抄家 然後再往後發展 你說那是哪一年 2004年 2004年 對 然後再往後發展 我們一起來做那個08憲章 這一份歷史性的文本也死的 在2008年12月8日 在這份文件發布前夕 劉曉波先生被中共警方抓捕 然後第二年 2009年的聖誕節被判處 11年的重刑 以這種所謂的煽動顛覆國家的罪名 然後在2010年 這個秋天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然後也是 就是當今全球唯一的一位在獄中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所以他的獲獎也使得我在中國的生存環境急劇惡化 因為當局知道我是他最親密的朋友 我們很多的工作都一起做 所以他獲獎之後 中共也就惱羞承諾 把這個氣出在我的身上 所以我也被長期軟禁 甚至被綁架 酷刑對待 所以我後來選擇離開中國 流亡到美國繼續我的寫作事業 所以你現在是住在美國 對住在美國 住在東岸華府郊區 劉曉波教授的精神非常偉大 他做了很多事情 結果被抓去 他的影響有多大 我覺得他的重要性有這樣的幾個方面 第一他是一個很徹底的思想家 他對中國的傳統的2000年 專制主義的批判 對共產黨憲政權的批判 非常徹底 然後第二個方面 他也是一位活動家 行動家 所以他會凝聚各個不同的團體 不同的階層的力量 比如說我剛才談到的08憲章 第一批有303個中國重要的知識分子簽名 比如說我們在這份文件中 提出未來中國發展的很多願景 比如說多黨制 選舉 新聞獨立 所以這個模式 這個歷程 很像台灣當年的這個 這個黨外運動 所以我想我從他的身上 可以看到像這個彭明敏的這個影子 可以看到這個鄭蘭榮的這個影子 所以我用這些比喻 可能台灣朋友就更能知道他的重要性 所以劉教授不只是一位作者 他也是一位社會工作者 人權活動家 就是社會運動的推動者 這個我想是中共最害怕的地方 OK 中共政權已經持續了這麼多年 那一般很多西方的一些評論家 對中共的政權並不看好 很多人認為說他很快就要崩潰 很多人就要崩潰 但是已經那麼多年了 也還是沒有崩潰 你認為中共它有什麼辦法 能夠支持那麼久 對 中共政權它的這個壽命 比我們很多批判它的人想像的更長 對 在我看來有這樣的幾個這個原因 當然這幾個原因到現在 最近幾年我覺得有可能出現這個轉令點 轉令點 這幾個原因我覺得主要有三個 就是三足鼎立的 讓中共這個統治維繫 然後讓這個中國的經濟那個快速發展 第一個是大家知道中國人口那個全世界第一 所以中國的人口勞動力這個資源非常豐富 而且中國長期以來實行農村和城市 這個二元對立的這個結構 你如果出生在農民 你在中國就是列等公民 所以中國雖然沒有膚色上的這個歧視 但是農村和這個城市的這種 十四個小時 包括很多台資企業在中國雇用的人 那郭台銘的工廠都是這樣的 所以他們有連續幾十個這些工人在這種高壓下 軍事化的管理下最後跳樓自殺 但是正是因為這樣的背景 這種使中國的這個產品 非常低的這個價格 然後傾銷到這個全球 我們到美國看這個沃瑪里 百分之九十的都是Made in China 這是第一個這個勞力 所以他們也是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的推手 對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那個 因為長期的一胎化的這個政策 中國這個人口的這個增長現在下降 所以人口的紅利 現在我覺得已經出現一個變化了 第二點是對這個環境的毀滅性的這個消耗這個破壞 這個我想我不用再多說 中國這個霧霾的問題全球都知道 所以他現在這個以犧牲環境發展經濟 現在這個GDP增長一個百分之點 我想未來可能需要兩倍三倍十倍 才能把環境重新治理好 因為空氣水和土壤這些它的這個污染 這個毒化要重新治理好 非常困難 第三點是對這個能源的巨大的消耗 包括向全球採奪這個能源 所以那中國現在成為那個 全球第一大的石油的這個進口國 已經超過美國 然後中國也向全球擴張 比如說到中東地區 特別到這個非洲 所以我看到最近看到那個非洲某個國家的那元首 這個 說中國是最壞的那個新殖民主義者 因為原來歐洲的殖民者 當然也幹很多壞事在在非洲這些落後國家 但是他說 畢竟為我們帶來這個醫院學校 那個基督教有傳教士 但是那個中國來就把我們的這個石油 把我們的礦場 這個掠奪走 環境污染 什麼都沒有給我們帶來 所以我想就是中國的經濟的最近三十年快速的發展 就是上面三大原因 但現在都出現這個問題 它是一種不可持續的這個發展 而現在 從1989年這個天安門事件以後 就中共的統治 它再也沒有那個意識形態 或者某一種主義在背後支持 比如說毛澤東思想或者共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沒有人相信 我想習近平本人他也不相信 所以他經濟發展變成中共統治合法性的 唯一的一個資助 所以如果未來幾年 比如說三年 五年 十年 中國經濟出現巨大的這個危機的時候 我想整個政治就會引發連鎖反應 那中國他們現在中共他怎麼樣論述 他依據哪一點 他也不相信共產黨 共產主義也不相信 那他們是怎麼樣立足 就是說在政治上他們怎麼論述 在習近平這個 習近平執政以後 我們看到很明顯的一個 就是他說那中國夢 中國夢 對 因為如果在毛時代 他會說那個共產主義 這個國際主義 對 要把這個共產主義那個輸出革命 對 那個包括那個東南亞國家 很多的這個共產黨他會去那支持 但是現在他知道這個共產主義已經破產了 所以變成這個中國夢 中國夢背後是什麼 我們都很清楚 是那個民族主義 是這個愛國主義 所以他要重建一個 那個從秦漢 這個唐宋 這些這個 把中國重新變成這個 這個一個超級帝國 哦 所以這個是對民眾最有吸引力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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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OK 這樣講有道理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習近平時代會向外擴充 跟這個有 有關係 那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談 西方有一些學者 他們的論事是說 中國現在最糟糕的是道德的敗壞 你這一點你 你從那邊出來 你的看法怎麼樣 當然我 我非常同意這個看法 剛才我們也講到這個環境的敗壞 但我覺得比環境的敗壞 更加糟糕的是這個人心的這個敗壞 因為我本人我是那基督徒 所以我特別重視那宗教信仰那個道德能力 我也看到這從那中共統治中國這半個多世紀 對這個人心的那個道德的這個毀滅 所以可以說現在的那種中國人的這個道德水準 是在幾千年最低的一個水準 所以我最近寫了一本新的這個評論集 我的名字就叫卑賤的這個中國人 我們記得當年台灣作家這個博洋寫過 醜陋的中國人 我覺得醜陋這個說法還不足以來形容那中國人 我用了卑賤這個說法 對 陳茂翁寫過不受歡迎的中國 對 就是這種 我們看到比如說 所有人都在那造假說謊 然後他這個造假說謊變成一個 互相審害的一個念條 然後這些人很多人造這個假的有毒的這個 這個嬰兒的奶粉都會造 對 然後然後這些買了嬰兒奶粉的人 可能他在餐館裡面又做做這些假的食品 有毒的食品 有毒的大米 有毒的豬肉 所以就是說 互相 互相 這個毒害 互相傷害 這個是非常被害的 那你的書在哪裡可以 已經完成了應該今年五月會在台灣出版 這樣 我出版了我一定要買一瓶來看 現在對台灣來說 這幾年來比較穩定 這個就是要謝謝習近平 因為習近平他對外擴充 他在釣魚台方面跟日本起了衝突 然後又到南海那邊跟美國對幹 所以 中國到處宿敵 使台灣有一些盟友 他現在美國跟日本 他們都非常看重台灣 因為 因為他們現在知道台灣的重要 因為台灣的地理位置 那你剛剛 我一直在想說習近平為什麼要做這種傻事 他為什麼 為什麼不照鄧小平的想法 就是說 韜光養晦 韜光養晦 還有不稱霸 對 不出頭 不出頭 你說他是十字真言 對 那 習近平完全拋棄這十字真言 所以我 去年在台灣出版一本 評論習近平的書 書名就叫走向帝制 哇 你的書還不少 習近平和他的 附題叫習近平和他的中國夢 所以在我看來他是 就是不滿足於做那個國家主席 那個共產黨的那種書記 然後那個軍委主席等等 這些原有的這些職務 他要做那個皇帝 所以他要跟毛澤東這個並列 他也 他也希望能夠超過那鄧小平 當然更不用說江南民和胡錦濤 他跟這個毛澤東那個並列 當然 要跟毛澤東並列 他就這個地外的這個 那擴張 所以他 認為自我那膨脹 他認為現在中國的 經濟那發展 已經可以到了能夠跟美國這個挑戰 甚至超越美國成為全球那第一強權 但是我覺得他錯誤的那顧忌了 他過高的那顧忌中國的經濟 政治軍事的這個實力 所以他的這種一系列的 對外這個擴張 那政策 那會給那個 中共政權帶來這個災難 但是對於我們來說 我覺得可能是一個新的切姬 因為我曾經比喻 我說中共 中共政權就好像是一個 重病的病人 如果是像胡錦濤那樣 胡錦濤十年 完全不作為 像一個維持會的那會長 什麼事情也不做 這個病人就躺在床上 他可能能夠多活幾年 但是習近平這樣折騰這樣 本明明已經是一個垂死的病人 他還要去這個馬拉松常跑 那他可能加速他的死亡 哦哦 這個是你的看法 有很多人在說 中國的經濟 在這二十年內會超過美國 你的看法 中國的看法完全相反 正如我剛才分析的那些要點 就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 這幾個要素已經到了一個轉折點 已經不可能再繼續持續下去 所以我覺得最近兩三年 我們已經看到中國的經濟 在這些問題已經爆發出來 這個危機已經呈現出來 再加上我也看到外部環境的這個變化 特別是美國 以美國為首的這個西方國家的對華政策 我覺得在川普執政以後 會對華相當強硬 特別是在這個經濟和貿易上 我相信就是說 中美如果爆發貿易戰 當然雙方都會 都會受損 但是 對於美國來說是一個小的省事 對於中國來說傷精動骨 因為中國的產品 美國很容易找到這個替代的 他不買中國的產品 買墨西哥的 印度的 印尼的 越南的 也可以 中國沒有很高的技術含量的 它的獨創性的產品 都是一些這個低附加值的 這個勞動民進型的這個產品 但是如果那個中國不進口 美國不進口 那中國的產品 中國的經濟會受的非常沉重的 可以說是致命的這個打擊 所以我覺得未來幾年 中國的這個經濟上的嚴重危機 會出現 我一直認為 中國的國力 整個國力 在2008、2009 那個時候達到高峰 那個時候是中國在辦四運 還有四伯 那個時候到最高峰 然後現在就是慢慢慢慢慢慢 再下降 你的看法 對我基本上那同意 還有一點 我跟一些大陸來的人在談 談說大陸有可能 對台灣政策有所改變 就是說 講 講明白一點就是 讓台灣獨立 這個有可能嗎 我覺得這種可能性 如果是共產黨 那黨權 共產黨政權 那絕不可能 但是未來中國 如果那民主化以後 剛剛民主化也不太可能 會經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我覺得整個 民主觀念的 民主觀念的 這個昇華 一些 新的思想 的傳播 兩三代 兩三代 就差不多一百多年了 嗯 所以到那個時候 我想就是說 未來的中國 我對這個未來中國 其實是充滿一個開放性的想像 嗯 比如說美國這樣的 這個聯邦制的國家 嗯 那那歐盟那樣的 很鬆散的 這個邦聯 甚至像這個 英聯邦一樣 嗯 甚至未 未來我們在這個東亞 那建立一個華人的 這種聯邦 這個獨立國家聯合體 嗯 我覺得這些可能性 都我們可以 很開放的去想像 OK 好 那 我個人的想法 就是 習近平他現在 遭遇到 外交上的很多挫折 那 他 他幾乎沒有朋友 從 從日本 台灣 韓國 越南 印度 蘇聯 整個 整個 周圍都沒有朋友 那 美國現在壓力 壓力非常大 他會不會想要找一個突破點 那這個突破點 最好找的就是台灣 他只要 只要跟台灣 給台灣一點好處 那台灣可能就會 就會 就會轉向 你 你認為他 他對台灣 會拋出什麼樣子的 的那個 感染症出來 就是在19到以後 等他等他地位鞏固了以後 他可能不可能做這件事情 當然我覺得下面會有這個對台政策有有相當的那調整 嗯 因為我們看到他對這個負責那對台的這些這些具體官員現在這個 嗯 都 這個人事上已經有一些那調整了 嗯 嗯 像那個張志軍這些人都 因為 那個 去年選舉 台灣選舉 他們都沒有那評估到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對 所以 所以這些人都會那靠邊站 未來 我覺得我 嗯 那包括我們最近看到 那中共方面居然主動的 嗯 積極的要來紀念二十八 嗯 要來爭奪這個二十八世界的歷史產生權 嗯 我們看到他在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他看到那國民黨在台灣已經失去民心 嗯 所以他 既然中共要紀念二十八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就看出他要拋棄國民黨 嗯 當然這 嗯 從一個層面上來看是那好事 但從另一個層面上說我覺得台灣要特別的精心 對 因為他未來的資源統戰資源會轉向這個民進黨 對 民進黨裡面的不同派系裡面 對 其實是 其實前幾年已經有一些人又變化 有一些人 我也很直率地寫文章點名來批評 包括第二個謝唐靖我也批評等等 還有那個新潮流這個系統裡面的某一些人士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這個中共會在這個資源上加大這個投入 會不會有更多的這些民進黨的重要人士被這個收買 被這個招安 所以我覺得要特別是台灣這個民眾 台灣人民 掌握選票的 一定要給這些政治人物要跟他們發出這個警告 你們如果要被收買我們用選票來拋棄你們 對 但是更恐怖的就是說 他假如有一些政策的宏利 那不只是民進黨的整個台灣的民心也可能會動搖 對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未來台灣在如何強化這個主體性的這個認識 這個國家意識的這個建構 然後民主人權這些理念這些普世價值的這個傳播 而不是被這個利益那牽著走 因為我們看到這一年以來 對 而且習近平可能會換更多的利多給台灣 對 那這個對台灣 像最近他們這個推出這個所謂的台灣同胞在中國享受這個官兵待遇 對 我想這些會接二連三的會出來 所以台灣人民我覺得特別要有 這種價值一定要高於利益 對 因為 對台灣人來說 他們 在和平的狀況下已經享受太多年了 那已經有點麻痹了 對 所以這個要 這真的值得台灣警惕 那你對台灣非常了解 那 你為什麼對台灣這麼有興趣 因為實際上在我2012年離開中國以後來到美國 那我不能回到中國 這個時候我就觀察我的一些前輩的流亡出來的那中國知識分子 我看到他們在這個美國生活久了 離開這個母語的中文的這個寫作環境 他們的這個那個創作力的想像力 他們的這個包括這個素材這個資料都遇到很大的問題 所以那個我來美國第二年我就有機會去台灣訪問 然後當然第一是去那個查查考這些史料 或寫作需要這些這些資料 台灣有很多地方那個中研院的國史館各個大學的圖書館去查很多 你是說寫作關於中國的事情 然後到台灣去找資料 然後就是進一步我開始對這個台灣社會那個產生那興趣 然後我非常喜歡台灣 然後我台灣朋友通過這個臉書 那認識很多台灣的朋友 台灣朋友現在比那中國朋友還多 所以我從精神上把自己看作一個那台灣人現在 所以然後我也覺得那台灣的過去30年 今年是台灣這個簡言這個30年 這個30年台灣的這個民主化的這個進程 也會成為未來中國這個民主化的一面很好的禁止 所以我覺得他我願意去研究這個課題 所以所以最近幾年我已經寫了四本關於台灣 這個民主化的關於台灣的這個著作 然後也有很多的台灣讀者會那個很喜歡 所以我跟這些台灣的從那個黨外運動的這個前輩 從那個林英雄先生等等 到台灣這些那個思想界 包括台灣史這個研究的這些學者知識分子 很多都成為朋友 所以我想未來我還會那個長去台灣 然後把台灣作為我的那個思想源泉 你在中國的時候對台灣有多大的了解 其實在我中學時代就已經有一些 就是在那80年代的那個後期 當時有三位這個台灣台灣的作家 他們的這個著作在台灣可以說非常創銷 這個柏陽農營臺和李敖 對 當然後來這個這個李敖和這個農營臺這個變化了 這就是後話 但在當年他們還是這個批判者 給我們帶來很多新的這個思想啟發 然後當我考上北大以後 在在北大圖書館裡面有一間小小的 那越南史的圖書室 在一個角落裡 可能還沒有沒有這間圖書室大 叫這個台港文獻中心 所以裡面有很多這個關於台灣的著作 所以包括像這個彭敏銘的回憶錄 像那個李登輝的著作在裡面都有 這個都有 所以我在北大圖書室那幾年看很多這些資料 所以對台灣可以說在大學時代就 那個那個台灣就不是一個很陌生的那對象了 那那你哪一年到台灣去 第一次我想應該是2006年2006年07年 但是我離開中國以後 差不多每年都去 而且去待兩個月就三個月 而且因為我最近在寫 最近幾年在寫一個叫台灣民主地圖的這個系列 今年我已經寫了第三本書 就我每一本書寫25個那景點 跟台灣民主運動相關的這個地景 比如說我寫異光教會 這個當年林義雄家慘案發生的地方 從這個殺戮的地方 寫新的地方 如何變成一個教會 如何變成一個愛和公義的那個象徵 所以我寫到很多這樣的景點 這個綠島監獄 景美 那個 陳文誠紀念館 鄭南榮紀念館 所以我是計畫每年一本 四年時間寫完四本 每本書二十五個 一共寫100個地景 不僅我覺得對於給台灣年輕朋友看 因為我不想寫成一本很學術化的著作 大家一本 那個台灣民主運動史 如果寫成一個學術著作 可能年輕一代他們很難去看 我把它寫成一本 這個像一個導覽書一樣 然後很多年輕人 他們去當旅行的時候會待在身邊 然後用很多人物的訪談 這個歷史的故事 把這些都融會在一起 我用很輕鬆的優美的這個文筆 然後我也找到一位台灣的攝影家 他來合作配很多很精美的圖片 所以也確實有很多的年輕人 甚至有台灣的中學生 他們暑期就帶著我這本書去各地 甚至有我認識的一些西方的外交官 在台灣的這些外交官 比如說法國的駐台灣的文化處長 他是我的很好的朋友 是一位年輕女士 所以他就把我的書買著 他在每個週日他就選一個地方 他就去看 你的書是用中文寫還是 中文寫的在台灣出版 但是他看得懂 因為他是法國駐台的這個文化處長 所以他就去這些地方看 然後我甚至也會收到很多陸客 他們到台灣旅遊 當然第一年第一次到台灣 當然是那些大眾化的那景點 那個日月潭 阿里山 101大樓這些 大家都會去那故宮 但是他們第二年第三年 如果再來想深度有 他們就會買我這本書看 你那個書大陸可以買到嗎 大陸買不到當然 在台灣他們會買到 對 所以我想通過這樣的寫作 也來把這個台灣的這個 民主人權的這個運動 這些理念 這些價值能夠傳播開來 謝謝你 謝謝你 你幫忙退銷台灣 你第一次到台灣去 你 對你來說 最驚訝的是什麼 你去那邊 這個 對我覺得那個 對我來說最大的 那衝擊的是 台灣是一個那個多元文化 那匯集的那地方 雖然是一個小島 但是我覺得它 是一個真正的海洋文明 它面向全球 一個海洋文明 一個海洋國家 所以從台灣過去400年的這個歷史來看 那個多種文明在這裡碰撞 有這個西班牙時代的 有賀蘭的 日本的 美國文明 有 甚至有這個中國文明中 對 那個 當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都在台灣 這些 然後它的 那族群 還有這個原住民不同的 這個 這個族群 所以它的這個豐富性 所以我 我常常對台灣朋友說 我覺得 從這個多元文化的意義上來說 台灣是大國 中國是小國 哈哈 因為中國最後已經變成這個一元化的了 甚至中國的這些少數民族 他們的這個文化都被消滅了 嗯 但是 但是台灣我覺得 我看到這些比如說原住民他們的文化 被發展 被尊重 嗯 所以這是讓我最 感動 最欣賞的地方 嗯 那你對台灣的 的未來啊 有 有 有什麼期待 有 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現在台灣 當然經過台灣化學院以後 嗯 台灣社會我覺得 嗯 那不僅是一個民主自由的這個價值 而且是這個 台獨的這個理念 建國的理念 我覺得 嗯 嗯 原來大家好像還遮遮掩掩的 嗯 原來 原來 所謂的這個華獨 這個中華民國獨立是那主流 嗯 現在我覺得台獨變成這 這主流 嗯 然後 嗯 但是我覺得下一步還要那鞏固 嗯 嗯 這些 嗯 理念 這些觀念的這個傳播 還有要去除那些 那些壞的理念 比如說國民黨 這個這個帶到台灣的 那個儒家文化中的 嗯 那種專制主義 嗯 君君成聲 夫婦自治 嗯 這些東西我覺得不僅在國民黨中 嗯 在民進黨 在 嗯 其他的這個黨派 不同的那族群 不同的階層中 嗯 都 根深蒂固 所以我個人其實 嗯 我對 自我定位 我是一個獨立知識分子 我到台灣 雖然我 傾向於這個獨派 我的朋友大部分都 都是獨派 但是比如說我對那民進黨 嗯 你說你的朋友大部分獨派 你 你所有的朋友是台灣朋友 台灣朋友 對 但是你的 你的 你的 中國朋友大部分都是反對 台頭的 哈哈哈 對 所以 嗯 我們 比如說我對這個民進黨的那個從中央到地方一些那執政的官員一些政策我也提出批評 嗯 當然我是很善意的建設性的這個批評 嗯 比如說我曾經那個嚴厲的這個批評這個台中市長這個林佳龍 嗯 他參與這個獨金運動 哦 嗯 這個獨金運動那背後我們都知道是那個國民黨的那些價值 但是他作為一個在美國的這個留學或者政治學博士學位的 嗯 居然連這樣的判斷力都沒有 嗯 所以 所以這些問題我覺得是未來台灣 嗯 嗯 我覺得比比那個政黨人體更重要的是這種觀念的那更新和提升 嗯 我那天看你的那個記者招待會 啊 你不只主張台獨 你你也說 藏獨啊 江獨都可以 甚至連四川獨立都可以 這我嚇了一大跳 哈哈哈 哈哈哈 像你這種想法的人 啊 在民運人士裡面有多少 那個非常少非常少 所以我其實也 面臨著很多的壓力和這個批評 嗯 因為大部分的中國的所謂的這些民運的這個群體 因為我會 我會那強調我自己其實那不是民運人士 我是獨立的作家 嗯 我也我也跟這些 嗯 就傳統的這個民運團體 其實我跟很多個人是朋友 但是我沒有參與他們的這個運動 嗯 我覺得這個我作為一個獨立作家 這種獨立性是我那非常看重的 嗯 嗯我也不參加任何的這個黨派 所以我跟他們在在這點上有很大的分歧 就他們我們都反對那批判那共產黨 嗯 但是他們在反對批判官的同時他們仍然是這個大一統這個大中華 嗯 但是我對我個人來說我覺得 我覺得我這一步我已經這個賣出去了 嗯 我覺得就說 人的選擇人的自由是那第一位的 嗯 當然就說 統獨 然後然後什麼樣的那形式建構這個國體 我剛才也談到 我是持一個很開放的 對 這個態度和這個想像 嗯 這個這個了不起 這個這個不容易 但是其實其實在西方這應該是一個常識 對 這個所有人都 比如說我剛才談到這個蘇格蘭人他們投票獨立 嗯 然後奎伯克這個加拿大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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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 無論是 就是這個這個留在英國留在加拿大還是獨立 嗯 都都不是一個問題 對 但是但是你這種想法 你在還沒有出國以前還沒有還沒有移民到美國的時候 已經 已經有 已經有了 對 這個就是很不容易 你是四川來哪一個地方 成都 成都 是四川成都 成都是對 對 是劉備的地方 對 OK 那你結婚了 對 嗯 有小孩 有小孩 那九歲 對 九歲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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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的還是女的 男孩子 男孩子 對 這大陸只能有育胎嗎 對 有沒有要再生一個 現在還沒有啦 哈哈哈 OK 那你現在在美國生活都不錯 對 因為我覺得 嗯 我很喜歡那個德國作家 那托馬斯曼的那句話就自由在哪裡 祖國就在哪裡 嗯 所以在美國有自由 有這個思想的自由 寫作的自由 那出版的自由 還有對我來說 我是一個基督徒 我剛才談到那個宗教信仰自由 對我來說那非常重要 我們當年在國內的時候是那個家庭教會 甚至是一種半地下的這個狀態 嗯 我們在家裡 十個人一起讀聖經 居然還要被這個警察 這闖進門 門來這個制止 但是在美國 我們可以自己買我們的這個教堂 對 我們可以在報紙上登我們的廣告 對 這個 有百分之百的宗教信仰自由 對 所以我覺得我在這裡很滿足很快樂 嗯 沒有傳統的中國人的那種所謂的鄉愁 嗯 那你以後的計畫呢 嗯 我想就是說在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面 我在那個 以這個寫作為主 嗯 然後那個 文學性的寫作 政治批判的寫作 嗯 那歷史研究 所以我的面向比較廣 所以 所以那個各方面的都會寫作 然後我也在那華府 那成立了一個小小的機構 就叫 嗯 這個亞太宗教自由和這個民主化 這個 這個研究所 所以我們 未來也希望利用我們在這個華府 地區的這個優勢 嗯 是在美國首都 嗯 是有很多的這個智庫 有很多的那知識分子 嗯 那學者 這個媒體 所以我們也希望在這個 在華府郊區我們 在那推動 對那個宗教自由和這個民主化的 這方面的這個研究 嗯 比如說我們研究包括台灣在內 台灣 台灣的這個民主運動中 嗯 這個黨腦教會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對 我們會研究黨腦教會 嗯 然後像南非 嗯 南非的這個取消 包括種族隔離的制度中 嗯 這個陀陀主教和南非的教會也是很非常關鍵的作用 對 那個韓國南韓也是這樣 對 所以像這方面的課題我也會做 我們也會籌劃一些國際性的這個會議 一些那研討 嗯 希望 未來能夠對那中國的這個民主化提供這個幫助 嗯 因為我想 中共的這個崩潰 我沒辦法像一個預言家一樣說 五年 十年 多少年 但是我有充分的信心 就是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 可以看到 肯定可以看到 嗯 但是我更擔憂的是就中共崩潰以後怎麼辦 怎麼樣建立起這個一套這個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如何鞏固 因為我們也看到民主制度那崩壞的例子 像最近幾年這個土耳其 對呀 這個泰國 對 然後包括這個 倒退了 包括俄羅斯 雖然這個共產黨垮台 到現在這個民主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 沒有完全建立起來 這個普廷這樣的一個威權的旁人 對 嗯 所以那個中共之後怎麼辦 我想 這是我未來思考和研究的重點 OK 我們今天的訪問到這邊結束 好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謝謝